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啊 人们的审美潮流也发生了改变 有些人认为脸上长痣会影响自己的容貌 所以会去点掉 但是殊不知有些部位长痣是能够带给人们好运的 去除了运气也会减半的 佛智是有佛性和慧根的象征 一生会受到神佛的保佑 在现实生活中呢 我们也称这样的人有佛缘 是非常有福气的特征 一般长在双眉中间 耳朵上 使得整体面向温和 长走好运 佛智指的是面向特征的一种说法 常包含的意思是 在某些特定部位长痣的人与神佛有缘 性情非常清淡平和 而且呀 能够一生被保佑 是享福之人 也是我们常说的命好的象征 所以家中啊 有长佛智的人是很吉祥如意的事情 但是要让其多接触社会 切莫引导到看破红尘的境界 哪几处长智会有神佛保佑呢 第一处 双眉中间 双眉中间的部位啊 也就是我们在像术学中所说的印堂 大家都知道啊 印堂与一个人的命运运势息息相关 印堂明亮会有好事来临 但是印堂发黑 通常会有灾祸发生 这里如果长智 口语中就是眉心智 但另一种叫法就是观音智 是善良慈悲救赎的象征 这样的人啊 一生积德心善 福报深厚 我们都知道 佛祖的额头正中间是有一颗智的 这颗智呢 是体现这个人的内在精神气势 神仙转化为人 他的这颗印记 也是一眼就能在人群中被人认出 区别于人群中的人的 有些人眉心长智 就觉得很不喜欢 想去把这颗智除掉 其实啊 这颗智才是幸福安康的标志 是天赐庇佑的福气 有些人啊 是羡慕都来不及的 额头即天庭 代表的是一个人的早年的运势发展 与他们的智力大小等 以额头长得饱满明亮为福气 所以往往在额头处的位置 长有极致的人 此人的头脑聪明伶俐 自身的学习能力非常的强 注定不会为了赚钱而发愁担心 而且这样的人啊 个个的实力比较强 早早就能实现财务自由 不用发愁 就能够把日子过得非常的好 越赚越有钱 所以若是眉心长智啊 万万不可随便去智 不然啊 是会影响到往后的福气的 第二处 耳朵长智 耳朵一直是福气的象征 而且还能代表一个人的财运运势 这个部分长了智 往往一生平顺 遇到再大的困难 也有贵人相助 逢凶化吉 同时呢 拥有很好的横财运 能够在投资理财的过程中 为自己迎来很棒的财运 收获意想不到的财富 为家人和自己赢得一个 顺畅幸福的生活 第三处 耳垂长智 若是人的耳垂有智啊 那就象征这个人是聪明伶俐的 是孝敬父母的人 这种人是智慧神的化身 天生呢 就能很快懂事 机智聪明 其悟性很高 很快就能掌握事情的 大致发展方向 学东西啊 也很快 这也是耳垂有智的人 天生的福气 第四处 手掌掌智 手掌有智的人呢 天生就是心地善良之人 他们如菩萨一样 有着怜悯之心 可怜天下苦心忍 观心天下苍生 这种人天生不忍杀生 或者是伤害任何一样东西 慈悲为怀 有着侧隐之心 智掌的大而黑亮 尤其是在手心正中间的位置 则往往大多数的情况下 此人的理财能力非常的强 只要是他们肯努力 肯上进 就不用为了赚钱而发愁担心 自身的经济实力非常的强 所以大多数的情况下呢 这样的人多半都能过上富足的生活 越往后啊 赚钱的能力也就会越强 智长在这些地方需要谨慎 智啊 是一种带有先天和后天因素的体征 从科学上来讲呢 这是一种黑色素的沉积的表现 但在相学角度来讲 这也是影响个人运势的一大标志 不过殊途同归的是 无论对于医学还是相学 不该长的地方长智了 也许啊 就会造成非常大的麻烦 严重的还会危及个人生命 不得不予以重视啊 下面我们说说 各个部位长错智所带来的后果吧 一 智长在臂后 相学认为啊 长在手臂后的智是单身智 其状态显眼 分男人在左 女人在右 此智一线会大损人际关系 与情侣分手了 与家人不合了 异性朋友少之又少了 并且好不容易打破隔阂 成就婚姻了 也很可能出现离婚的悲剧 说直接点 此智亦使人孤独终老 难免长久单身 因此啊 想要摆脱这种辛苦的生活 一旦发现 那么点掉最好 二 智长在脚踝 智长在脚上也是大大不妙的 尤其是非常明显的黑智 生在脚后根处 即俗称的脚踝 相学中认为 此为晦气智 会给人惹上很多麻烦 就如同每天踩着晦气一般 做什么事情都难以舒展 人生中可谓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此智出现的话 点掉最好 但要注意效果 不可留下凹痕 也要防止其再生 尤其对于女性来说 喜欢光着脚踝的话 这颗智啊 就一定要点掉 否则惹来的麻烦 将会层出不穷 三 智长在胸口 通常人们用心胸豁达 来形容一个人气量的宽广 同样的 在相学中 胸口的智 也是被人认为 影响人际关系 以及个人气度的智 虽然我们总说胸怀大智 不过心口有智的人 却未必都会成就一番大事业 因为从相学角度来看 这种智相的人啊 很多都是空怀大智 是言语上的巨人 行动上的矮子 不会脚踏实地 勤恳做事 假如有一颗智正好长在双乳之间 也就是胸口中心啊 这就成了相学中的狼心狗肺智 非常不利于人际关系 往往会被人误解和伤害 严重的呢 甚至还会众叛亲离 并且在婚姻上来看 这颗智也会带来重重困扰 四 智掌在后颈 如果智掌在后颈中心 那么情路啊 注定是坎坷的 相学中定义此智为苦情智 男女有此智的话 感情都会走得异常不顺利 这就正应了那句 我本将心照明月 奈何明月照勾曲 虽然投入了很深厚的感情 但终究啊 得不到缘分的眷顾 常常出现暗恋 或者感情不了了之的情况 而且带有此智者 其用情都是非常专一的 虽然他们情路不顺 但却是伴侣的最佳人选 所以啊 遇上带有此智的人 感觉不错的话 就赶紧抓住吧 五 智掌在眼角 有些人眼角的下面呢 也是有长智的 我们称这颗智为类智 类智代表着这个人是前世 或者今世被爱情所拖累 所困扰的 有类智的人 天生都特别容易被人伤害 掉眼泪 容易养成多愁善感的性格 所以啊 脸上有类智的人 若是想解决这一个困扰 不再被爱情所拖累 建议啊 一刀斩乱麻 去除这颗智 相信啊 之后的运势 会比之前的要好 命中的命运 也是随之有变化 在感情生活上面呢 也会变得顺顺利利的 与喜欢的人 终有好结果 好了 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里了 希望此次相遇 能给大家带来收获 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 希望大家能给我点个赞 或者留言分享订阅 感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